大家好,我是黄雨昕,现场为你播报有关学校精彩的活动。 《世界地球日》 这个日子提醒我们要好好地保护地球,例如保持环境的清洁、节省用水、保护动植物等等。 我们问一问同学们,他们会以哪些方式为环保尽一份力? 我们可以使用纸张的双面来书写及打印文件。 我们在逛街购物时,可以预先自备购物袋。 学生们也把家中的各种垃圾废物分类,重新包装,做成环保的工艺品。 瞧,这些饮料瓶、铝罐、旧光碟等平常被人们忽略的生活垃圾和旧物, 在学生的精心创意下,变成了各式各样精致的工艺品。 我觉得同学们很有创意,他们的工艺品很精致。 我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,因为我更能了解环保的重要性。 我觉得这项活动很有意义,因为学生们可以利用废物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。 大家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地球。 只要我们愿意为环保尽以分离,就能对环境产生一定的影响力。 我是黄雨昕,谢谢大家的收看,请锁定下一集的安德逊小学新闻源。